Hello 大家好,Re1です 今天的這個更新 version 5.1.0已經完成啦 然後遊戲已經可以登錄了啦 那麼這一次就稍微來看一下這一次的新更新內容吧 那首先是它這一邊的公告 基本上應該是跟之前一樣 呃,啊,稱號系統這個是多出來的 我們可以選擇得到它的稱號系統 然後通過通關啊之類的方式然後可以獲得 7週年紀念campaign 哦,在7週年的時候會有特殊的新的稱號獲得啦 在7週年的時候會追加 等一下在My Data那邊是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實際情況 然後這個是一個月內遊玩的狀況 會隨著登錄啊那些之後之類的 通過登錄 然後還有什麼了啊 我都忘記掉了 欸,到 它好像是每個月會更新一次 然後這一次是從 1月11號到1月31號 剛才好像是有看到是要登錄啊 然後解mission之類的 會提高它的這個成長 這個電子機這邊 哈哈 等一下再試試看吧 然後這個角色初級數啊這些 是會在以後增加給我們知道這些我們的角色啊 到底是參加了什麼關卡這樣子 OKOK,這些我們先不管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新的功能 My Data 首先是這麼個樣子啦 這邊的話我是有設置了這個 我們的這個叫做什麼 Main Page Collector 就是我們可以從 怎麼說 欸,可以觀看到的 其實好有的設置了 我這邊隨便找一個 有設置到的啊 像是這一位 我們點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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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啊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點 進去看到別人的資料數這樣子 嗯,可以像這樣子 欸,然後有一個久很多的戰鬥力 然後滿連結的角色是0這樣子 欸 大致上是這樣子 看一看吧 嗯嗯嗯 然後再退回來吧 哈哈 OK,這邊的話 Main Character我們點下去 就可以從我們所擁有的角色這邊選擇了 欸,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我的這個 剛剛好不容易拿到的 超惡閃光誤患 太帥了 哈哈 OKOK 然後我們的名字 可以在這邊做改動 然後點這個下去 可以setting稱號 然後每一個稱號啦 可以通過比如說像 物語關卡的稱號的話 就是全難易度 解到完就可以拿到稱號啦 所以難度是不算什麼高啦 欸,這樣子 然後極限在的關卡 像是LL的話就比較簡單 只要打完Level10 它就給你了 像這種UL的方面 限定卡 限定卡 它都是一樣的那個名字啦 它的稱號 只是有銅 銀跟金 你打到金的話 你需要通到Level77 才可以拿完它的這個回裝 不過有一點遺憾的啦 就是這一次的 My Data系統 我們沒有龍獅可以領 哈哈哈哈 沒有龍獅可以領 沒有龍獅可以領 這個算是 相當遺憾的東西 不過這邊就是 所有的極限在 它都是會有就是了 然後冒險關卡的話 就沒有特別啦 就是只要通關它就有 也不知道未來 會不會有更多的 這個Area 28 29的關卡出來 嗯 這個稱號系統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之後才來考慮 來選一個吧 暫時先講 然後這邊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總戰力吧 這邊是 個 111萬220啦 潛在能力數的開放數是 有 哇 14萬多分 然後 滿連結的數有880個 就是單連結練到Level10 的那個連結 單連結有880個是練到滿的 嗯 不算是很多吧 比起那些大佬來說 那些大佬應該是破千 兩三千應該是有了吧 我相信 哈哈 然後 這個是任務 任務通關數是有 2400億 然後都看覺醒數 是580 然後這邊是 Friend 那個好友的數量 現在是 奇怪 怎麼剩下96個了 之前都滿了 這樣是還有空間的 最近 最近又有空間出來 每次點那邊 就要重新回來 不會直接導向回來 OK 目前就是這邊 以上就可以看到這樣子 然後最重要的 其實這個 嗯 電子機這樣子的系統 目前來說是 還沒有成長 看過幾天 我們再來看 回來看看怎麼樣 或者等一下去通關一些任務啊 之類的 看他會不會成長 然後我們這邊 問他這邊 其實是可以看得到他一些 更詳細的一些東西啦 像這邊 其實在這個位置啊 其實他還有一個 那個 subpage的那個 icon才對的 不過 他會在日後再 添加進來 就是在剛才 公告那邊有說到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個別的角色啊 他有通關什麼管卡這樣子 目前的話官方還沒有安裝進來啦 之後會再裝進來 這可以在之後看到 然後戰鬥力的計算數值 就是潛能點每一個格就有一點 滿連接一個就有1000點 任務通關一個是有10點 然後都看覺醒數 每覺醒一體的話有100點 原本以為是單角色的戰鬥力 原來是總角色然後計算下來的戰鬥力 然後這邊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是剛才講那個職業面嘛 職業面的東西還沒有 有這個是要等之後才會增加上來 OK這邊的話 這個是電子機這邊的那個成長方式啦 Log in bonus 體力消費以及daily mission 每日任務的達成數 然後就會獲得成長這樣子 OKOK就是這邊看到 難怪趕來那邊覺得好像熟熟這樣子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就 每一次時間到 剛才有說到了 他每個月好像都會更換一個形象 但還蠻不錯的 稱號方面 剛才就有介紹到啦 這邊就只有這一些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啦 就給我們有更直觀的感受到 我們自己的 到底是 整個帳號已經玩到怎麼樣了 不錯啦 110萬的戰鬥力 還行嘛 然後除了這一個更新之外 就是角色的filter啦 東西就變得更多 可以L-O覺醒的角色 可以覺醒到L-O的角色 然後我們又還沒有升上去 或者就是 可以極限zake 然後我們又還沒有極限zake上去的角色 都會列出來 都是會列出來 我沒有極限zake的角色還蠻多了吧 哈哈 okok就是這麼個樣子 以前就是只有 多看覺醒跟微多看覺醒這樣子 現在他就改成這樣子 會 比較ok吧 然後 像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有鎖鎖頭跟沒有鎖鎖頭 這樣子 他比較容易給你 尋找你要的角色啦 filter上面大概就是 那一邊的更改 其他方面 好像是沒有特別了啦 嗯 filter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這邊 這一次的更新嘛 官方是有 給三顆龍石 然後 還有就是 之前像抽卡 還是什麼之類的 欸 必殺技的 發動的時候 聲音跟畫面 不對 呃 要不然就是像抽卡沒有聲音 官方也是做了修正 可是 這一邊 嗯 他沒有給 沒有給任何的龍石 哈哈 大致上是這樣子啦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是有給一顆龍石 大概是三四顆左右吧 啊 這個 一顆 三顆 一顆 嗯沒有了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官方是補給的 不包括登錄啦 好 欸 就是這樣啦 以上這一次 5.1.0的更新 還還行啦 還行啦 罵罵罵 就有趣啦 有趣 之後就再試試看 玩下去 看怎麼樣啦 看未來會不會有更多功能 欸 這個 始終是沒有給一點龍石 真的是 哈哈哈 好 好不習慣啦 每次有新系統都有龍石 這一次有新系統 卻沒有龍石 真叫人不習慣 哈哈哈 OK啦 OK啦 那麼 這一次就這樣子啦 好 欸 影片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聽到你的朋友 麻煩煩煩煩 天啊 謝謝 じゃあ またね